选电视怎么避坑,我只说重点 尺寸 买大不买小,具体尺寸参考这个距离 屏幕 4K足矣,8K制伤税 PS插包子选120Hz高刷 解了一键开启的都是牺牲画质强行提升刷新率 骗子 色域 数字越大显示色彩越多 认准DCIP3越小于93% 其他这些标准都是坑人的 亮度 越高越好,350尼特能看 中端机型大于800尼特 高端机型大于1000尼特 显示技术怎么选 电视只有三种技术大类 低端的LED,中端OLED,高端MECOLED 这些都是低端LED的普丁版本 这两个提升色域 这两个提升画面对比多 但是还是OLED效果更好 HDR 所以HDR却没有认证的 就只支持解码而已 将显示至少有HDR实加认证 真正的想有效果 电视亮度至少1000尼特 或者通过HDR1000认证 硬件配置 最低A554核处理器 2加16G起步 固然卡的帽 接口 TS插包子需要HDMI 2.1 支持4K120Hz的接口 影响 电视内置影响受限于体移 就轻的想象水平 500块钱加一个福音币 效果弯爆 特色功能 MEMC运动补偿 体育赛事必备 化质处理芯片 只有这些品牌的高端地形 还有其他都是骗人的 开机广告 这些品牌没有开机广告 其他的都有 还有吗 关注我下期详解